大家好,欢迎回到前端进阶指南的第二堂课 那么在这期课呢,我会跟大家介绍 Sublim Text几个必备的插件 那么它们都分别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呢 第一个是Sublim Code Intel 这是一个代码智能自动完成的插件 大家都知道Sublim本身是有自动完成的 但是它只限于单文件之内 而Sublim Code Intel它是 你打开一个目录之后 它会扫描整个目录千里索引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敲的代码 会使用其他文件里面的关键词来做自动完成 那么Emmet是一个加速开发的插件 就是说第一行这两个都是加速代码开发 一个自动完成,一个是Emmet Emmet是很方便大家很快的编写大量的HTML 那么第三个插件Sublim Linter 是提供大家的代码质量 就是说在大家写代码的同时 实时的给一些反馈 就是哪里写的有问题 这个Linter主要是 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CSS Lint, JS Hint和HTML Hint 就是CSS JS和HTML的检查 那么还有一个是Git加GitGutter 这个东西是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写代码的时候 肯定会用到版本控制 然后装了这两个插件之后 就会让大家在编写代码的时候 直接在这个Sublim里面进行Git的操作 比如说提交或者查看历史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首先打开上几课同样的目录 就是Node全站开发伯克系统的所有的原代码 然后我们要安装插件的第一步 我们是需要在我们的package control的配置里面 把它官方的channel去掉 我们就command-shift-p或者control-shift-p 然后是package control setting user setting user 就这个里面在channel这个词段下面 只保留昨天我让大家添加了这个 就是说国内的一个cdn上面的一个语言 然后把它官方的那个语言去掉 那么接下来 比如说我要安装一个package control 然后install package 很快的把我们语言的列表就是加载进来 那么上节课给大家就是简单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那么为了再给大家强化一下 我们再打开这个mini面板 然后安装一个package 我们直接选一个colorhighlighter 就是一个在css里面 包括color比如说是background color和下面的border color 还有color这些 颜色值里面 你一单击它它能把整个颜色值的背景变成你设置的颜色 这个是其实在相当于是所见即所得的一种插件 那么实际上在这门课程里面我会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说会用到的这几个b的插件 是什么呢 这些插件因为它有些插件本身比较大 安装的速度会稍微慢一些 虽然就是我们这个语言的加载速度比较快 但是插件本身还是需要去gethub上面下载 那么我提前做准备已经在我的这个ide上 把这个就是sublib里面把这些插件都安装好了 那么怎么查看我们安装好插件呢 command shift p 然后pclist 就是查看所有安装好的插件 那么这里面我已经装了这个emmit 这个大家希望大家在实际观看视频的过程中能够按照这个来 就是按照这个列表来操作emmit 就是安装emmit 卡尔highlighter是刚才跟大家演示了一下如何安装一个插件 那么emmit是一个加速开发的 然后git和gitcutter是把sublib和git集成起来 那么我还装了一个这个叫sublibcodeintel 这个插件就是说代码自动完成的 那么如果大家想查看这个插件它的原代码 可以直接在这就是高亮了这个插件之后直接敲回车 那么你就能看到它的原代码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文件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么我们那个 subliblib就第一个插件简单给它介绍一下sublibcodeintel 它是一个很智能的这个完成引擎 那么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的config express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在里面 现在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那个sublibcodeintel已经装满了 现在我在里面开始写的码 var name等于mong 可以看到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mong 就是说在整这个文件里面不一定有的变量 那么可以单击一下就自动完成了 这个是一个subliblibcodeintel的一个简单示例 就是说随着你不断的书写代码的过程中 它会跳出这个自动完成的窗 然后你可以用tip来选中 那么subliblibcodeintel这个插件的演示基本上就这样 嗯因为它本身就是就是你装了之后 它确实能很方便你开发队 或者你要输入一个这个mongooseconnection 然后实际你敲的mon 它就能把后面这个自动完成 然后你敲个tip它就能写完了 这样能很快的加快大家的代码数据的速度 那么希腊的同学可能有注意到 我这个代码的这个就是说行号的左边 出现了这个三个加号 那么这是什么插件导致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个git加git gatter准确的时候它应该是gitgatter 因为这边是行号左边是装电线gitgatter 使这个插件它检测出来这三行是我新增的内容 它会在这显示三个加号 好那我把它删掉 保存一下然后这个就没有了 但是呢可以看到 在sublim的状态栏下面有一个叫git branch master index working 然后comparing against head modified 3 这个里面这个就是git的一些状态 那么这个代码的这个也是gitgatter显示的 这个是我的sublim在保存的时候自动把这个空行里面的空白字符就去掉了 就是装完这个git和gitgatter它实际的效果 一个是在行号的左边这个装电线的这个位置 会实时的显示你当前这个文件相对于之前的版本 就是说它的这个变更的情况哪里增加了哪里减少了 比如说我删了呢 你看到它这挤压了 就是说一个向上键头一个向下键头说明这里面内容有减少 我撤销回来就是 那么git 那么装了git本身git还提供了一些命令就是git 可以有git-blim和git-commit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git-status 可以看到我修改了一个config-express这个文件是modified的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atg-models-test-sml 这个文件是没有加入的版本控制的 那么我还可以git commit history 没有提交律师 就是当前这个session里面我没有提交律师 git git-blim这个是把当前这个文件之前都就是谁修改的给详细的展示出来 那么招完git和git-gatter 这个它实际的效果就跟大家已经实际的就是讲解了 那么第一个和最后这两个插件呢 先给大家做了简单的介绍 那么 其实重点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emmit和sampleamlinter 那么我们先介绍emmit emmit是一个 从它官方的文大来说它是一个加速 就是说是外部开发者的一个基本的工具 它能非常大的提升你写sml和sss的速度 那么我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我的 为了确认我来看一下我安装的这个插件里面已经有emmit了 那么我写一个新的文件 起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把它改成html 好 那么我直接写html5 然后直接敲tip 然后这个就是emmit的功能 比如说我这是emmitisawesome 好 那么就是挑一个sml冒号5 它就能很快的给我生成一个sml网页的股价 那么接下来 假如我们页面里面使用了boostrap 我直接div.container 然后里面有div.low 然后里面有两个column div.column mid 三 就分成左右两列 加div.column mid 9 然后可以看到我一敲tip 然后它马上就展开为container下面有一个ru 然后里面有两个左右两列的这个 就是分成一个是占了四分之一 一个占了四分之三 那么这两个 那么接下来 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敲一个ul li a 那么比如说我们有100个 那么可以看到一敲tip 它会自动生成100个这个ul 里面有100个列表项 那么有了这个immit之后 大家编写sml sml的速度应该是会提升的非常快 就是当然实际上还是需要大家勤加练习 就是你才能掌握这个immit里面的 多数可解键练习的方式呢 就是需要大家到这个immit的官方的文档 去仔细的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用哪一些就是书写的方式 就是说在这里面 emmit自动完成的这个方式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div.container 这其实是一个选择符 是一个css的选择符 其实在书写sml的时候任何合法的css选择符 都是可以展开的 那么关于emmit的介绍就在这里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sublimlinter sublimlinter的安装和配置稍微麻烦一些 那么它sublimlinter 它有一个官方网站叫3w.sublimlinter.com 然后它的安装方法呢 就是我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配置的步骤 比较繁琐 我这里面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是通过这个packs control 来安装的 那么大家需要打开command plate 就是说我们的mini面板 然后调出就是pce 然后我们的sublimlinter 就是so sublimlinter 然后安装 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的sublimlinter 就是sublimlinter 它本身它是一种 就是它的原代码是一个插件式的架构 那么接下来需要 大家需要安装几个插件 那么 安装插件的话 就是大家搜sublimlinter 这里面有很多sublimlinter的插件 然后我们需要 我已经安装的pcl 我已经安装了几个插件 sublimlinter 我已经安装了几个插件 就是sublimlinter csslint gslint 和html hint 对于这个html hint 是第三方贡献的 不是sublimlinter 官方的这个验证插件 那么这些插件都安装完成了 其实还不够 因为csslint gslint 和html hint 它是依赖本地的 就是说你系统里面安装 npm的命令 这些命令可以在npm.淘宝 看不上 这个是搜 html hint 大家到淘宝的npm镜像上可以搜 html hint 还有csslint这种工具 那么实际上大家需要 就是sublimlinter 安装完sublimlinter的主程序 然后安装完三个插件 这三个插件之后 大家还需要在系统里面 npm install-d 然后csslint html hint gshint 然后使用淘宝的源 registry.tau npm.tau d.org 就把这三条命令安装完成之后 需要 验证一下 html hint gshint gshint 就说 大家需要再用npm在本地 全局安装这条命令 那么如何安装npm呢 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 在这门课程就不多介绍 大家需要去安装node 然后你就有npm了 然后 sublimlinter 安装完成之后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比如说这个代码 这个装定线上的一些内容 这有一个很红的就是很大的这个圆点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sublimlinter 不够的错误 它是 它实际上是 这个 gshint 不够的错误 就这个地方 我可以加一个分号 然后可以看它这边已经消失了 然后这个马上变成gitgat 就是git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我在 我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 现在把contender 这个div 它的闭合标签给它破坏掉 那么可以看到左边变成了一个红点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是 我们打开这个sublim 它的这个命令行就是console 就能看到 它说tag must be paired mason div的闭合标签 那我们把它一改对 然后它就对了 那么对于gs文件 就是大家书写的时候 有些常见的错误 比较这样 然后它出现了这种框框的 那就是肯定是你前面某一个地方 写错了 或者是说出现框框本身的地方写错了 然后我们再一加上 这下面的这些错误都消失了 我再去调理 可以看到 这就报错了 如果想看具体的错误 大家打开这个console中端 能看到 需要x by xc 花括号 匹配 然后结果 出现了这个小号 撤销掉 好 那么这个是gs检查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是html的检查 那么还有一个css检查 我们打开user的css 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这个代码里面 已经有两个问题 可以看到它的问题是 box size in 在i16 i17下面不支持 然后input email is overqualified 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写 就直接写class就行了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不建议在id里面 就是在css选择所里面使用id 这些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在gs里面 如果它爆发的问题 基本上都需要改 那么css有些地方 你就是说你这么写可以运行 但是它的建议是怎么 述写出质量更高的代码 那么关于 sublimit linter的介绍呢 就在这里 那么这几个到这就 接近尾声了 留给大家的客户作业 是希望大家能够 按照这个 就是这里面提的这几个插件 还有这个我客人开头 给大家的演示 能够实际在你的sublimit里面 安装上这些插件 然后写一些代码 测试一下这些插件 到底能给你 带来效率的提升有多少 那么 这一课 就在这里 下一课再见